好 佩哉彤同志 兩次台灣人議員 有時間有關 佩哉彤同志 在過去抗爭裡頭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跨海援徵團 他都在裡頭 他不是3月31號那一波的解雇的名單裡 但是他仍然跟被解雇的夥伴們一起做抗爭 那我們不斷地在堅定著抗爭 但是資方從來沒有停下用自願離職的方案 不斷地去打壓崩壞的抗爭喔 那他在這樣子的抗爭的困境裡頭 他做的個人的判斷 認為他必須要為了他的剩下來的同伴 去尋求降低把傷害降到最低的一個可能喔 那對於資方這種想要在工人與工人之間插肩縫隙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甚至還對我們工人提出了 損害賠償的司法恐嚇喔 那這個對於不管是對於裴仔獎個人而言 還是整體全體的裴仔獎人而言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恐懼跟威脅喔 那一故的裴仔獎他在生前 在他離開人世之前曾經見過他的一位好朋友 他對著他的朋友說 我覺得當時我認為大家應該要接受資源離職方案的這個想法 我想要把它收回來我覺得我錯了 在遺書裡頭 在遺書裡頭我們一開始沒有辦法理解的一句話裡頭有說 很抱歉因為一時的失誤給抗爭交了冷水的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一直當時還沒有知道抗通通訊息的時候 我們一直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他後來我們了解了整個事實的過程之後 他遺書裡面提到那個失誤 就是指他私底下曾經跟社長密切聯繫過的一個過程喔 那他因為他認為他一時的失誤導致了整個抗爭的 導致整個抗爭的一個挫折 他用他的生命去告訴他剩下的同伴說 對不起我做錯了 那在裴大哥的遺書裡頭最後有提到說 剩下一起一起抗爭的夥伴們很抱歉 但是請不要動搖我們一定要獲勝 佩哲雄同志是一個比任何人都還希望可以達成撤回關場 撤回解雇這個訴求的人喔 如果不是一開始永風雨集團堅持要做這樣子錯誤的撤回關場跟大量解雇的決定的話 佩哲雄同志是死了 今天佩哲雄同志是死了 那我們認為佩大哥即使在過程中有疏失但是他最後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對著同伴們說 表示他想要卸罪的这个意思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变成了资方想要把自己的错误全部掩盖起来 扭曲事实的一个工具哦 那这个等于是变相的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杀了资财族 资大哥的死的责任归属非常的明确哦 这些当初坚持到坚持做出这样子官场解雇 我们要求他们承认他们自己做错的这个残忍的杀忍的行径哦 立刻即刻出来面对资财族的遗伤跟全体的嗨迪斯工人 给一个应该有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的一个交代哦